欸 史上頭一早看到人家直接拿黑糖磚 直接在咬 欸 為什麼他直接這樣吃也很好吃 歡迎來到27度公寓的頻道 我是五毛吧 我是五毛嗎 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頻道 大家記得先幫我按訂閱喔 而其他的粉絲們在觀看影片 同時愛爹放我點卡氣節 讚唷 那各位的留言與按讚 都需給我們最大的支持 與鼓勵喔 沒錯 同時在我們資訊欄的下方 有愛用網站的連結 喜歡的人可以點過去看一看囉 FINE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快速、方便、好喝、好用、四季皆宜的黑糖磚 也是我們的回購商品之一喔 一樣 萬中選一 SGS認證 無農藥、無糖精的 糖頂黑糖 讚讚 這一次選了三種口味跟各位做分享 我還要把它做成甜湯喔 那我們現在話不多說趕緊來開喝吧 GO 這一道是 四而一黑糖漿母 成分是黑糖、桂圓、紅棗及老薑喔 他家的黑糖厲害了 在2019年還榮獲了世界品質的金獎耶 一分錢一分貨啦 沒錯 那這一包裡面呢都有13顆 每一顆都是30公克 沖泡水量是300到400cc 那我今天就是也難泡的比較少 就會比較濃啊 這用肉眼一看就知道150cc 哈哈哈哈 厲害了吧 我剛剛看到你在泡 哈哈哈哈哈哈 各位看一下這個料 都是料耶 滿滿的料說 超誇張的 這就是真材實料 來 Cheers Cheers 小魚喔 嗯 讚 這個薑味真的很濃郁耶 而且桂圓的味道啊 也很香 其實現在天冷啊 我這樣喝一口 整個就是身體暖暖的 一點都不覺得冷 你旁邊還開暖氣 熱死我 哈哈哈哈 軟乎乎的啦 重點是黑糖啊 對女孩子也非常的好 那旁邊這一碗 這一碗 當然就是賢慧的我 哈哈哈哈 特別製作的 欸這看起來超好吃的啊 那一次啊 買了他的黑糖薑絲之後 突然想到小時候阿嬤煮 黑糖地瓜 然後我就把它拿來煮湯看看好了 我有蛋一塊下去 不用煮湯頭了 而且非常的好喝 趕快來試看看 我迫不及待了 今晚吃下去 我們爸 你知道有時候啊 煮料很簡單 煮料就是只要把它蒸熟煮鬆 有時候煮湯呢 就會覺得很麻煩 時時時刻呢 這蛋下去 輕輕鬆鬆 然後甜湯出來 這好吃的 黑糖磚不僅僅可以拿來泡 也可以拿來做甜湯 還可以拿來做料理喔 欸因為之前啊 我朋友啊 我推薦他買這個磚 那這個拿來做什麼你知道嗎 做什麼 雞湯 然後我嚇到 我想說 他燉鴨肉啊 或者是燉雞肉 然後加一塊這個 他說很好吃 他是創意料理是不是 很開心 很開心 我覺得如果呢 有買這一塊回去的 真的可以試試看 這一包的口味非常棒 那我們就 推推 這一道是 黑糖桂圓紅棗 成分是黑糖桂圓紅棗 以及枸杞喔 沖泡開始就清楚的看到食材成分 女人的秘密武器就是這一味啦 人氣色紅潤 冷熱都好喝 完全可以取代手搖飲料了 桂圓紅棗的味道真的很重耶 其實呢 除了泡熱飲之外呢 也可以沖泡冷飲 雖然說夏天這麼冷了 但是我覺得呢 冷飲也很好喝 外加桂圓紅棗就讓我想煮 紫米紅豆粥啦 一樣耶 紫米紅豆呢 煮熟了就等一塊對不對 輕輕鬆鬆啦 真的是五毛媽的 隨便拉拉料 來喝喝看 這一包的口味啊 跟上一包的口味 整個截然不同 那它突出的甜味呢 就是桂圓跟枸杞的甜 重點是什麼呢 那拉開之後啊 我一樣有看到枸杞跟桂圓 但是這樣讓我驚訝了 跟你說我們好吃的 平濟素 平輕鬆鬆 馬上出一道高級的甜品 喔 而且你這紫米粥煮的生蠔 這是一定要的 剛好那個顆粒啊 不會太硬也不會太軟 吃下去還有一點嚼勁 然後但是呢 到了中間的時候 它化開 用心泡的 啊 最高層次 嗯 厲害 這個口味桂圓紅棗 非常的適合加在 紫米粥裡面喔 吃起來非常好吃 而且又不會過甜 重點是那個味道啊 跟紫米啊非常的match 嗯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讚 雖然它只是一個糖磚 但是呢 變化出非常多的吃法喝法 甜品不用去外面買 家裡面也可以輕輕鬆鬆的做 而且呢 糖還可以呢自己控制 怎麼控制呢 怎麼控制 如果你覺得加一整塊太點的話 你就加半塊 是不是又省了 小撇步啦 教一下各位啦 哈哈哈哈 厲害了吧 哈哈 你好像不太狗頭貓 哈哈哈哈 通常要丟一塊已經量夠少了 哈哈哈哈 這一塊真的很大塊耶 而且它很厚耶 各位看 我都想拿起來直接用肯德 給你吃吃看 其實蠻好吃的耶 咬得到它的桂圓味喔 紙上頭一招 看到人家直接拿黑糖磚 直接一直在咬的 真的非常的讚啦 所以這個口味我們也是 推一推 最鬥是 冰糖菊花 成分是冰糖蜂蜜以及菊花喔 冰糖潤沸止咳 菊花與蜂蜜含豐富的維生素 礦物質 太棒了 今天真是甜品吃到飽啊 他們家的商品都非常的適合 變成甜品 有沒有厲害啊 而且冰糖菊花燉泥都出現了 欸你現在是要開甜點店是不是 沒有沒有 來我趕快試試看 跟各位說 冰糖菊花我之前就喝過 我第一次沖泡的時候 完全被他家經驗到 我看到好多菊花在裡面 一點都不小氣 就可以直接看到菊花 沖開的時候啊 三四朵直接在你的杯子裡面 菊花沖開的時候 怎麼會讓我想到就是 我現在在講飲品啊 我都沒有想到那裡去 然後你現在點中我的小學 不好意思我失敗了 但是我必須要講 這個冰糖菊花真的很好喝 但它真的非常的好喝 外加沖冰的呢 那個菊花清香非常的明顯 比熱的還要明顯 不知道為什麼 欸喝起來啊 清香啊 清香 嗯 然後呢 菊花的味道真的很重 讓你有一種一股清流的感覺 對 然後外加搭蜂蜜呢 喝起來甜味是順的 嗯 你就會覺得 嗯 喔 這個飲品實在是非常高級的享受 沒錯 來試一下這個甜點啊 好好品嘗一下 現在這個時間啊 潤沸非常的重要 特別是這幾天啊寒冷 整個啊這樣搭配起來啊 又是一個完美的組合啦 大家呢不妨有空的話 可以這樣子試試看啦 那我們就 推開 嗨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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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媽這樣精心的準備每一道的料理 那我吃的非常的棒 然後我相信啊 粉絲們看的也是意猶未盡啊 而且買回家呢非常的方便 你想要喝 想要煮 反正變化出各式各樣的 都非常的快速 真實 好啦那今天影片呢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 按讚和分享喔 那每週的三五日 晚上八點都會更新影片 要記得收看 記得到我們粉絲專頁的按讚 還有追蹤我們的IG喔 想要貼近我們生活美食動態嗎 加入我們官方LINE 按右上角的追蹤起來喔 在這邊跟你們say goodbye囉 掰掰 按讚